诶 谈恋爱的还是谈买卖的 就是他 我感觉他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对我就是特别细心 你知道吗 就吃饭的时候 可能我一个眼神就知道我要纸巾 就半夜的时候 就我饿了的情况下 你都会跑好一条街 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呢 就我连手术的时候 他都没去 就他明知道喜欢他都没去 那我为什么不去啊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怎么了 主持人你知道吗 有一次也是我跟我朋友出去 就KTV唱歌嘛 他也是很凶狠地去找我 然后给我拽出来了 当然我朋友的面 你为什么拽你啊 我为什么拽 我特别没有面子 让我很尴尬 我一个男人为我追眼 你说我感觉你一点也不欣赏我 你知道吗 你把我自己扔在家里自己做 那你每天就知道赚钱买房 我像个机器人一样 那你之前答应我什么了 我答应你呢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你到他服装店干了多久了 五六个月吧 你们交完了两年 前十九个月你在做什么呀 我之前就开了一家这个小公司就拍一些什么短视频什么的 那个时候是一谈恋爱就双方就承诺说要共同买房 然后结婚吗 那会儿我是答应他了 所以在你们谈了十九个月的恋爱之后 他把你的工作给搅黄了按你的说法 对对对 原因是因为想买房你拿不出钱 对吗 是 那你们在谈恋爱期间的财务管理是怎么个管法 就是我不干涉他 他也别干涉我 就规定两年之后彼此都拿出一份钱 然后共同去买个房子 等于他十约了对不对 对 然后你们这五个月来就你在他手底下打工 是这意思吗 对他每个月 我就跟孩子一样 每天给我零花钱 我就能这个 抽个烟 你不能做其他的事吗 你为什么 你不要他在那打工吗 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不让别人去 我想跟他要钱 因为这两年之间 就是我不管他 不会怎么样的 我相信他 然后就是他一份钱他也没挣到 那我现在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 我就想让我俩就每天在一起 不是人家不愿意啊 那他不愿意他想做什么 现在想做什么的话 我没有时间给他 他想做什么东西 他也不确定会挣钱 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支持我 是我不支持你 我感觉你两年你怎么了 我感觉我不是你男朋友 真的我感觉我就好像你养了一条狗 那不是我男朋友不会管你啊 就我想我也跟他说过 老师 我说你给我点钱 我去学点什么技术 有点一技之长 他也不行 他说你 你太搞笑了 咱们房子还没买呢 你要学技术 不是 你们俩现在是结了婚了是吧 还没 我很恍惚哎 还没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老婆跟丈夫说的话 我们还没买房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有家庭责任的 你们俩不就谈了个恋爱吗 那谈恋爱的时候 当时我就想的就比较多嘛 因为就是家里面也催 不是我们不听英威嘛 现在什么状况 你们双方父母对这段感情 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就我爸妈就想着说 就是两个人出的合适 那就结婚嘛 那就结婚前你肯定会有房子 我也跟他说过就是先租着 但是他说就必须得买 我就搞不懂了 咱们俩就辛苦一年怎么了 辛苦一年房子前就有了 你为什么就是你以后再注意什么 干什么我都不会管你 不是那你是要的一个老公 还是要一所房子 那两个人在一起 连个房子都没有 我说你那句话是有了房子之后 你以后该干嘛干嘛 我都不会管你啊 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爱好 我怎么样 那你做 对啊 这不是有了房子 什么都有了吗 你可以不用再管他了吗 我就没弄清楚 你到底要干嘛姑娘 我的想法就是说 赶紧有个房子好订婚 跟谁订婚 他呀 跟他订婚 对啊 他都要跑了 你跟他订什么婚 是不是他说他要去北京 是 对啊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 问题出在这 你说你要去北京 我去北京 我也是想多赚点钱嘛 然后他也不让我去 就想让我在家里边发展 说人家那个在这边 不也赚钱吗 你为什么非要去啊 那你说你现在跟我 到底是有没有感情 但之前都不这样 现在想去北京 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能挣那么多钱 为啥要去北京呢 我现在我跟着你 你什么你都管着我 我很累 我很受不了你知道吗 我不想管你的 我想这么累吗 那我每天我也坐公交啊 就会去北京 准备好 两回刀 但是我还去北京 说得了 你要去北京